嘿,你说人和鬼在一起的话能不能生孩子啊? 大家好,我是小林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书生被女鬼缠上的奇幻爱情故事 小林被自己喜欢两年的姑娘小兰抛弃了 因为这两年她一直工作,四座奔波收账 所以只见过小兰两次 还把小林送的狗金尖还给了她 沮丧的小林开始远走 她现在要带着金尖去过北线收账 一人一兽在破亭自己休息 这时厌恶骤气 竟然出现了两位和尚 石方和白云方丈 石方棍棒一挥 小林脚下的地板就传出了好多阴魂 这让石方和方丈异常的兴奋 阴魂无处躲藏 三只恶鬼现身 被石方轻松打败 石方和白云在各地想要除魔 他们有个劲敌叫燕翅侠的导士 总是抢先他们想要除魔 这让二人十分生气 石方和白云自诩低调 但是却取了个十分霸气外露的名号 迎走前 当小林避开他们地图上所标记的地段 那是妖魔出现最平凡的区域 但是登陈的小林并不明白 她在当晚急去赶路 突然身后出现一座繁华的鬼城 小林以为自己看走眼了 就进去收账 但是一开始 她竟然没有发现自己闯入的鬼界 反而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 小倩 小倩围着小林动能地唱着歌 小林对小倩是一见钟情 等小倩走后 小林被骄子带到餐馆 就才发现周围到处都是鬼 而这些鬼也暂时没有发现小林的身份 于是小林就赶紧给自己的脸 多了很多红枝 假装成鬼 周围的鬼都嫌弃她的死状 太丑陋了 接着这些鬼就开始讨论 如何享受人类的肉体和灵魂 小林为了不被发现 只要紧张地点了一碗洋春面 不料才刚走的小倩 却又飞了回来 原来 她已经发现了小林的身份 所以想要抓住她的魂魄 回去给姥姥交差 但是小倩不像其他厉鬼一样 直接动手 轻飘飘地想要美色 勾引小林 小林和金尖的心脏 都被撩得蓬蓬跳 这时敏锐的鬼群 都听见了心跳声 于是他们开始寻找 藏在这里的人类 好扒皮抽筋 吃掉享受 看着这些厉鬼满念的鸡蛋 小林和金尖都吓得不敢动弹 为了帮她解围 小倩让她身边的小魂魄 在空中撒满胡椒粉 震机一带的小林逃跑 等躺到桥上时 小倩想要亲为小林 吸走她的魂魄时 怀里的牌位却突然响了 原来是小倩的好友小蝶打来的 小蝶推小蝶 赶紧抓魂魄回去 姥姥已经在抓狂了 可在挂掉小蝶的喘呼后 整个鬼城都震动起来了 原来是燕之霞 坐着她的道神道 买鬼界捉鬼了 燕之霞的法力高声 她咒语一唱 无数的符文飞出 鬼魂一跌就消失了 小林和小倩快跑 但是小倩点击着要吸她的魂魄 而流了下来 这一幕当远处的小蝶看到后 就点忙通过牌位给姥姥汇报 小倩拿着一个书 身往了很多条街 因为姥姥想要吸收魂魄 保持美貌 她已经等不及了 于是她准备自己出手 但此时的小倩已经被燕之霞发现了 小倩虽然有法力 但还是被燕之霞的符文给割伤 虽然她要从天上掉下去的时候 小林见状 也都跑到巨高的摩天轮 接住了小倩 两人一起掉在了摩天轮上 小倩死抓着不放 这时燕之霞劝她放手 忽然会一起摔死的 可小林坚定地说 小倩不管是人是鬼 都是我的朋友 燕之霞以为小倩想装可怜 好让她帮忙 可这时百年树腰姥姥终于赶到 她而言之狭达的蓝蛇蓝分 而小倩和小倩在坚持不住掉下去的时候 正好掉到楼梯鬼的身上 楼梯鬼带着他们一路逃跑 一人两跪跑到了一个悬崖边 通过投胎之门的班车正好起飞 但是楼梯鬼没能跳上车 而掉到了悬崖下 小倩依着牵着小倩和金签 惊险地跳上了车 小倩说她之所以不投胎 是因为自己有个男朋友 男朋友是鬼界的天王巨星 所有人都崇拜她 虽然两年才见两次 但是小倩特别爱她 由于之前姥姥和燕池霞打斗 受到不小的伤 小倩就找到小倩后 就急忙要带了小倩回去 给姥姥吸魂 可这一次小倩却呵斥小倩 不要动我的人 两年开始上演一场追逐赛 但因为需要保护小倩 小倩没有办法放开手脚 所以还是不注意被小倩打中 可小倩一起掉了下去 等小倩醒来 她正好被挂在树枝上 才刚撑杀一下 就掉下来一路闻到树底下的小倩身上 小倩是鬼不能见阳光 阳光一照就会守着灰烬 于是小倩又深力把她全身盖住 将小倩一路移到旁边的池塘里 她躲在池塘里也不止长久之际 于是她又让小倩藏在她的伞里 接着小倩就抱着伞上路了 在半路上竟然遇到了燕池霞 燕池霞一眼就看出了伞的端倪 但是小倩苦苦哀求 这是她的朋友 看在小倩如此重情义的份上 燕池霞心暖了 没有打开伞 可这时白云和十方两个合上来的 看到对方燕池霞立马升起了 刀神道带着小倩逃跑 燕池霞解释白云方丈 一直跟她抢功劳 在她那边 是没有牢过妖魔鬼怪的说法 所以她放过小倩 无疑是让两伙人原本保持了平衡 彻底倾斜 果然白云方丈穷罪不舍 她攻击刀神道 燕池霞没有回击 而是尽力地逃走 燕池霞明白今天白云不会轻易罢休 于是把小倩他们先给送走 而自己则留下战斗 一阵白光 导致到被白云方丈给打碎了 但燕池霞也趁机逃离 今天就由小倩可以见到男朋友的日子 小林带她的夜间城 终于来到了节日会场 天王巨星一出场 却万中瞩目 小倩也不一跃乎地上去 围着她跳舞 一边的小蝶有些嫉妒 一只变猪蝴蝶感到小倩 经过感到的小倩不小倩 折断了巨星的头发 正让巨星瞬间暴露 她以为小倩嫉妒她 保住了小倩 避免了重拳一击 巨星十分的狂妄自大 她正要暴走时 白云方丈和石方来了 白云方丈霸气地用烈火 烧光了巨星引以为傲的头发 这让巨星明白自己的实力捕捉对方 于是就赶忙蹲踢逃跑 在山洞里 小倩很难过 她不仅得罪了姥姥 现在连巨星也离开了她 她无路可去了 但善结人意的小林说 如果你带我回去 姥姥可以让你回家 可以给你幸福 那我很愿意牺牲自己 我好想一下证明我们之间的友情 一日小倩想了一下 嗯 最后还是把小林的魂魄吸走 带到姥姥面前 而在姥姥又把小林 切进身体的时候 小林说自己很高兴 有人为我的离去而难过 最终跨顿是让小倩反悔了 她把小林的魂魄拉住 姥姥质问小倩干嘛 这时一旁的小蝶 突然帮助蝴蝶感到姥姥 听到小林最后的话语 小蝶突然想要帮助 小倩离开这里 这时姥姥的法力坠落 一折腾脑落的皮肤就碎裂开 她变成了圆形懂难不得 小倩把小林复活了 她也伤了小林 她想以后都跟着小林 于是小林想送小倩上轮回班车 他们说好一起投胎 然后投胎的时候 只要躲过无情追 就可以不用失去记忆投胎 他们约定来世 一定要找到对方 可这时巨星却来了 她想让小倩继续崇拜她 但小倩则带着小林 飞上轮回班车 巨星说不要自己被小倩无视 于是巨星想要进攻轮回班车 这时燕翅侠出现 几招就把巨星粉身碎骨 然后白云方丈和石包也突然赶到 白云施法用牵手阻止了班车行驶 这个轮回班车是天道 不可以被破坏 于是燕翅侠终于不再退避 她便出了牵个分身 看断白云的手 轮回班车这才正常运行 但是石方却用法爆制造出很多个龙卷风 班车摇晃不已 小林和小倩来到班车头 但是他们不懂得如何控制方向盘 幸好小蝶及时出现 把石方给点晕了 但白云施伸出一只手 把小蝶抓住了 小蝶为了救小蝶 也被她抓住 为了救人 燕翅侠帽着厚尽法力的代价 使出了绝招 霹力深重 在巨大冲击下 小林落到头胎门旁边 头胎门要关上了 于是小林用身体抵住了门 好多班车通过 回去门患患患地闯进了头胎门中 在门口 小蝶和小林约定了头胎的地点和记号 要记得来找位哦 后头胎的家就在北村 门口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桃花树 竟然一定要来哦 而燕翅侠和白云还有石方在外面打着打着 也进了头胎门 头胎门里有很多无情追 小蝶和小林小心地躲避着 两轮被捕分开的时候 小林被正在打斗的燕翅侠三男给挤出了头胎门 可恰好调到小蝶收到头胎的北村 于是她去找头胎后的小蝶 结果找到了小蓝家 小蓝以为小蓝手中的婴儿是小蝶 就抢走了婴儿 结果被小蓝的男朋友打了一顿才知道婴儿是男孩 小蓝瞬间沮丧起来 不知道去哪里找小蝶 结果她这才发现狗狗亲间 投胎成了猫过来提醒小蝶 小蝶在她的散地 原来小蝶在看到小蓝被挤出头胎门时 就跟着小蓝出来了 没有投胎 这让小蓝高兴坏了 从今之后一人一鬼 怕是要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了 片名小蝶 这部动画听着古语版本是真的感觉很逗 这部作品耗时四年 其中更是融合了日本动画的一些风格 猫小蝶和令财神的故事 在民间也早就是广为流传 1997年出品的作品 《我想问》很差劲吗 可是那个时代的动画市场 非常的差劲 投资4000万的港币 结果票房只有815万的港元 换上成了人民币就是投资了3000多万 票房只有700多万 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动画市场 在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几乎都是低顶制作 也就是完全隐和孩子喜爱的作品 成为市场进入了一个冰河时期 反观现在的动画市场 随着追光动画 以及德扎的厨师开始回乱 但是仔细一看 又会发现 真正红火的作品 例如《大圣归来》 例如《白色远景》 例如《德扎之魔童降世》 这些成功的作品哪一部 或是中国神话题材 我们有很大的先天一故事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经典 随着时代变迁 这些在耳边从小回荡的神话故事 也会给你不一样的全新体验 所以说 国展动画也可以很精彩 这部小倩在偷拍评分高达8.2 真的强烈推荐大家观看原片 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童年动画 而相信大家在不同年龄 观看一部作品的时候 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小的时候怕是会认为 只或许就是甜甜的爱情 但是长大后 可能有些人就会认为 令彩晨服输太多了 但是他的付出最后也得到了回报 时代不管怎么变化 即使人的内心都会悠悠美好 不要被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片段糊弄 对待爱情 不管何时都要付出真心 希望天下所有有情人 终成眷属 我是少年 一位大人看别人生百态的 丁姐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选下尽可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